大家好,欢迎来到院行进,我是徐晋 上期给大家看到在成都岸山桥以火车为主题的文创公园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在成都龙泉 今年才刚开放的以汽车为主题的绿道公园 一走进公园就可以看到一些汽车的元素 汽车使生活更美好 这边有一个东风渠绿道公园的平面示意图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 汽车科技主题展馆 这个地方 旁边有一个水池 往这边走的话是一个草坪雕塑园 后面有一个汽车展台 这个地方是汽车泥工 那个地方有一个汽车主题的篮球场 往这边的话是七人制足球场 后面有一个五人制足球场 这边是儿童游乐区 这条河就是东风渠 地上有一些这样的图案 到处都可以看到汽车的一些元素 公园里面的垃圾桶全是这种的 好有创意 这边足球场 正有人在踢足球呢 这边还有一个更大的足球菜 这里有一个轮胎镇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种玩的项目 我还是第一次见了 很多轮胎这样穿在一起 就成了小朋友玩的一个项目了 这个蹦蹦床 小朋友超喜欢的 这个用轮胎围了一圈 围着这个沙滩围了一圈 那边有一些轮胎的项目 中间还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看这个项目的下面 这个像土一样的 我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像木头一样的东西 从这边轮胎爬上去 都是另外一个小朋友玩的项目了 围着公园是这种可以跑步的绿岛 现在我们去桥上看一下 增态低碳出行 畅想绿色生活 现在快七点了 太阳快下山了 正在桥上就可以看到 下面这一片儿童游乐区 好多小朋友在这边玩 这边还有一片儿童游乐区 看像不像唐圣图上带的 快天黑的时候 这边玩的小朋友还挺多的 有没有感觉这边的座椅 都是这么有创意的 先来歇一会儿吧 一到晚上就有成群结队的人 到公园里面来跑步 哈喽哈喽 哈喽 这边好大一片草坪 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 这个公园是今年才刚开放的 很多设施还在完善之中 汽车场馆的目前还没有对外开放 晚上这边运动的人特别多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